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将会分五个范畴来探讨 第一 永恒的药 第二 与罗亚纳纳 第三 与阿伯拉罕纳纳 第四 与摩西纳纳 第五 申纳 我们先来看永恒的药 在《卓一夹记》十九章五节 亦都是今周的全三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药 就要在万万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如果有人问你 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答是爱字 但亦都有人相信是药这个字 其实是有它的理由 而今归何况就和这个药字很滑切关系 我们今天对药应该不会陌生 例为药会 为涉及两个或以上的人 若定在某个地方 时间 带什么 一起做什么 这叫药会 而比较重大的契药 是包括留意买卖 又或者翻药 而在圣经里面出现药这个字 在希柏类原文又称为盲药 而在希腊文就被翻译成 违言或者违族 在圣经里面 药是建立一个关系 是两者之间的合药和根基 它的最简单的意思 是指将两方连结在一起 包括人和人的连结 或者是人和神的连结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见到上帝邀请每一个人 和他建立一个盲药的关系 而上帝已经调整了他的药 使他能够合用于各时代 地域和民族 而这个永恒的药 是包含了三个基本的元素 第一就是上帝用誓言 来确认他的应许的药 意思是指上帝在这里 发出应许 而第二 当人得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 人就有药的义务 就是要听上帝的指示 第三就是上帝实践他的应许 而上帝最终实践他的应许方式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他的教肃计划 而在旧约的时代 教肃计划是借着指向基督的 献祭制度显示出来的 意思就是当他们每一次献祭的时候 祭物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最后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接下来我们看《与罗亚立药》 《创世纪6章18》这样说 在这一节的经文中 《药》这个词 是在圣经中第一次被使用的 而他的背景 是在上帝即将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 上帝和罗亚立的药是相向的药 上帝应许会拯救罗亚和他一家 但事实上 任何人愿意和他们一起进入药州 都应该可以得救 当上帝说他要和罗亚立药 这个字做 暗示了一种意图 就是保证上帝说的话 他一定会做得到 意思就是他会保守他们一家 而罗亚必须做的就是要见药州 并且要进入药州里面 假设跟罗亚没有完成他这方面的约定的话 上帝就不能够完成他的诺言 我们上帝永远都会顺手承诺 唯有在我们坚决固执地去拒绝他帮助的时候 他才会被阻止去完成他所应许的事 接下来看《与亚伯拉罕立药》 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佑伯拉底大河之地 在上帝正式与亚伯拉罕立药之前 上帝就应许要赐福给他 并通过他赐福于全地的曼国 藉着亚伯拉罕赐福于曼国的意思就是 上帝就应许他 世的教主将会出自于他的后代 在接触下来的《创世记》的记载里面 会见到上帝在之后的日子 再次坚定上帝和亚伯拉罕立药 而亚伯拉罕需要做的事就是 他要对上帝的应许有所回应 因此在第六节就说到 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 他就因此而称义 并且准备好信从 以完成盲弱的条件 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从 那是对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一种出于信心的回应 就如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所说的 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我们之所以爱上帝 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而我们对他的爱是作出回应 好,接着我们来看 《如摩西纳约》 初一及记十九章五节这样说 《如今你们约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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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当上帝 Buck Hook》 《遵守的约》 这个圆损说 中央比较约� makes同 《遵守我的约》 这个是一种 如此类画的状态 福音也都一样 上帝先借购我们脱离罪恶 然后祂帮助我们 在我们里面活出祂的律法 在崇高的恩赵 华尔伦这样说 这个保证是自出海及记19章15节 不仅刺及以色列人 也刺及一切信从上帝圣言的人 处于末世危险中的人可以确信 正如他们起初所体验到的真理 将他们与救属主联合在一起 那会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必要承传他为他们所开创的善功 上帝是信实的 我们蒙他呼召与他儿子相交 所以救恩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凡是愿意接受的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最后我们来看新药 在以尼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这样说 而和话说日子将导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伦家另立山药 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药呢? 它和旧的药有什么不同呢? 我先要讲一下发出这个新的药的一个背景 当时因为北国背叛上帝 北国以色列就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 而南国犹大国也都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 而耶利米先知就是犹大国被灭期间的先知 虽然国家即将灭亡 让你穿着耶利米向他的子民发出这个被称为新药的药 在新药里面经文提到上帝曾经照顾以色人 就如他是他们的丈夫一样 可惜他们不忠于上帝并且不信从上帝 他们违背了最初的药 但无论如何 这个新药仍然是旧药的延续 而唯一的差别就是上帝的应许 他要和人有更亲密的关系 就如在34节所说 他们多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业 再一次上帝采取主动拯救了我们 就如罗马书5章8节所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返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而我们自然的反应就应该好像33节所说 应该就要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面 最后在《善略之策》或议论这样说 圣经中用欢恩的契合来代表 基督和他教会之间神圣不变的关系 教主已经用一个严肃的契约 使他的子民与他联合 他允许作他们的上帝 他们有一纳约愿意作他的子民 完全归他所有 愿意我们都能够与上帝纳约 作上帝达殊的子民 甚至我们可以 好像加勒体书4章6节7节所说 我们称上帝为阿巴父 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努博 信从上帝并不是一个机器式努博式的信从 正如经文所说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儿子的关系 好了我们今课句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